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伦多敦布基督教会的成员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每周博客走过圣经 这是一个查稿圣经,而且是经营查稿圣经本身的博客 我们将在每周的周一周二周上三次播出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学习 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这本书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snchurch.org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找到以前的播客 他们在走过圣经创世纪的目途之下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表评论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answerin.org.gmail.com 我们将尽可能快点出出回应 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的第24章 五十七到六十七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 他们说 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 就叫了利百家来问她说 你和这个人同去吗 利百家说我去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家和他的奴母 同亚伯拉罕的仆人 并跟着仆人都走了 他们就给利百家祝福说 我们的妹子愿你做千万人的母 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 利百家和他的神女们起来 骑上骆驼 跟着那仆人 仆人就带着利百家走了 那时 利百家就在南地 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 天江王 利百家出来在田间墨下 举目一看 见来了一些骆驼 利百家举目看见利百 就挤满下了骆驼 问了仆人说 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仆人说 是我的主人 利百家就拿帕子门上连 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沙拉的帐篷 去了他为妻并且爱他 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 这才得了安慰 在昨天我们学习的结尾部分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仆人 准备要带着利百家离开 将他带回迦南地 而以撒结封 他就向拉帮和比斯利请求 要求他们可以立即离开 而利百家家人的希望 利百家可以和他们再待上十天 他们并没有直接反对 而是把这个决定给了利百家 利百家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稍后会看到 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性 她能够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 正义的女性和正义的男性一样 她们受到社会和上帝的喜爱 那么不一争女性正如不一争男性 同样受到社会和上帝的严厉对待 仅仅因为上帝对男人和女人 服务不同的角色 并不会使她成为性别的歧视者 当然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负重她的决定 当利百家被问到的时候 利百家说她可以马上就走 所以他们准备离开 在离开之前 利百家的家庭祝福了她 然后利百家就带了她的奴母 这个奴母可以我们在创世纪的第35章第8节中 看见她的名字叫迪伯拉 以及其他的死女 放一句话说 利百家并不是一个人离开 她还有其他人一起出发 并且他们会照顾她 在第62节当中我们发现 以撒生活在迦南部的 皮尔拉海来 这其实是下家在第16章的时候 与主说话的同一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看到 以撒和他父亲之间的 区别 要不然是一个活跃的人 他去和世纳的国王征战 他也可以为 所多玛和上帝谈判 他也积极地帮忙 以撒寻找他的妻子 另一方面 他的儿子以撒 则显得更加的安静和内向 他甚至允许他的父亲 将他当作祭品 当然 这也表明了他的性质营养 他也没有给予显示说 他想要结婚 这一切可以表明 以撒是一个更加内向的人 当然这并没有错 这只是他们个性上的差异 然后以撒按照当地的习俗 结婚的 他们没有进行安排 意思 但是仍然有正式的结婚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休息到这里 我们将在明天继续我们的休息 希望您能继续加入我们 明天的休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